片语的后面两个 第四个片语叫 at last at last就是至少 not less than 不少于 它的英文解释就很直白 not less than 不少于东西 不少于什么东西就是至少 会有个这样的程度叫 at last 好 那我们看例句 Linda Linda visit her grandparents at least twice a month 她说Linda会拜访 visits 动词第三人称单数 动词小地方 你要自己去注意 Linda Linda她会去拜访她的parents 她的grandparents 她的祖父母们 at least twice a month 至少一个月会去个两次 这个最低程度叫 at least at least twice 这个twice是两次 第五个片语叫 in order to 为了这个太简单 我们之前很常看到 它有时候会简成为一个字就to in order to后面一定要加原型动词 它就是for the purpose of 为了什么样的purpose purpose这个字叫目的 好 purpose这个字呢 如果你不知道中文请帮自己写一下 for the purpose for呢 通常我们都会翻成为了 对不对 所以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这个in order to后面是加原 v如果换成这个片语for the purpose of for the purpose of 后面要加的是名词或VNG 翻译成为了什么什么什么 好 那我们看例句 in order to win the basketball game the school team practice hard everyday in order to 来检查一下 toto后面有加原V吗 有这个win是原V in order to win 为了去赢得这一场basketball game 这个篮球比赛 the school team school team就是球队 学校的校队 学校校队就practices 他们每天都练习的非常的辛苦 好 看到我们后面71页的中间这个部分 还有一个word smart 他教你如何用这种有规则的 他们整理出来的这种规则来背单字 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自我有ing的 如果在任何的动作之后加了ing 他会变成形容词会翻成令人感到什么的 好 所以excite 这个excite是使兴奋 加上ing exciting就是令人兴奋 follow follow是跟着跟着走 那following就是接下来的 好 再来呢shocking shock是使震惊 那形容词shocking就是令人震惊的 再来surprise surprise是使惊讶 surprising 去掉e加ing就是令人惊讶的 好 这里都有很多你可以帮自己整理 再来miss miss是失踪 不见了 那missing就是失踪的 touch是感人的 touching就是令人感人的 好 再来我们要进到grammar咯 我们的这一课的文法 这个看到70页的下面 这个文法其实我们之前有学过叫连缀动词 连缀动词的英文叫做linking verb 你可以看到它的中文有写连缀动词就是一个 形容词叫linking verb 什么叫linking verb 它是一个连的 它可以让主词跟后面的受词连接在一起 所以呢连缀动词有个特质 连缀动词呢 它会后面要加形容词 那今天呢在这一课会介绍这三个连缀动词 叫做get grow跟become 这三个呢 如果你把它翻成得到 长大变成 这样就不对 这三个字都是翻译成变成 好这个get呢 它是翻译成变成 grow也是翻译成变成 become也是变成 你就会发现呢 只要这个动词是翻译成变成的 99.9%它都是连缀动词 当它翻译成变成怎么样的时候 变的变成 可以帮自己写一下 我们的荧幕上面呢 这一课要介绍的连缀动词 这三个字 它的中文都翻译成变成 那当它是翻译成变成的时候 它都是连缀动词 后面要加的是主词补语 主词补语通常都是形容词 好都是形容词 好那我们看课本给我们的例句 第一个呢 more and more Asians are getting fat 有越来越多的亚洲人 are getting fat 变得越来越胖 你看它翻译成变成 它后面加的是主词 第二个呢 Sally has grown tired of being a singer 它说呢 Sally呢 它一直以来都是怎样子 它一直以来都觉得呢 grown tired 它变得become tired 变得很疲倦 对于呢 being a singer 对于呢 当一个歌手这件事情 它已经开始grown 它已经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疲倦了 也是翻译变成哦 再来第三个例句 children children who start eating fatty food at an early age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unhealthy 好那这句话呢 我会稍微注记一下 是因为它有比较复杂的这个关系字句在里头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们先把关系字句 who start eating fatty food at an early age 这几个字 老师用中刮糊 刮糊起来 这个关系字句呢 当作形容词使用 放在我们的先行词这个红色children这个字的后面 所以我们先看到主词是children 主词是他哦 然后跳过这个关系字句呢 动词在这边 动词在后头 各位有没有看到主词跟动词隔得很远 这种功夫呢 你一定要有 你一定要有办法找到关系字句 把它刮糊起来 然后找出主词跟真正动词在哪里 好 小孩子呢会越来越有可能哦 more likely likely likely是这个字呢 是形容词叫可能的 可能的 好 所以小朋友就很有可能 more 更加的有机会 更加有可能去变成 become 变得不健康 什么样的小孩子会更有机会不健康呢 如果这些小朋友who start eating 他们开始 他们开始吃这个有脂肪 多油食物的这个食物哦 他们是在at an early age 他们是选择在更早的年纪 可能两岁三岁 你就让小孩子开始去吃 开始去碰这种有油脂的 很油炸的食物的话 这种小朋友就很容易在未来 会变得是个胖子 好 那我们看到a部分的练习咯 来我们练练看 这个文法非常简单 就是连续动词 只要它的中文动词都是翻成变成 像get and grow and become 这三个动词出现的时候 它后面都会放一个补语 它补语通常都是形容词 我们来试试看下面 它给我们的重组句子 它给我们这几个字 它给我们chat的 还有呢get 通常有这个字就知道 它是翻译成变成 那我们就有两种写法 chat get upset easily chat easily get upset 都可以哦 就反正留意后面 这个upset是形容词的意思 放在连续动词get的后面 chat的变得非常的upset 很难过 而且很难过的这个程度是很容易 它很容易就会upset 就会生气难过 chat gets upset 第二个呢tomorrow 然后at very hot become 有become啰 become出来了 那我们重组一下这句话 它应该是要说明天刚 明天应该会很热 所以it will become very hot it will become very hot 这个become是连续动词 后面加形容词hot it will become very hot tomorrow 第三个呢 the baby 然后grows 然后and stronger everyday 那我们要怎么写会比较好呢 grow是变成 对变成 那它又有给我们一个es 它又给我们多了一个动词is 又有动词is 又有grow 那这两个字如果合在一起 就是进行式 正在变成怎么样 所以呢 这个小朋友呢 the baby 这个宝宝呢 正在growing 正在变得非常的stronger 变得越来越强壮 每一天 这里要留意的是一个进行式的状态 那这个grow呢 一样是变成 后面就是加形容词 好我们再练习第b部分咯 meaf部分呢 它给你一个瓜糊 里面给你很多的形容词 angry 生气的 dark 黑暗的 tired 疲倦的 clear 清楚的 fat 有脂肪的 还有呢 lost 迷失的 这个字被化掉了 表示它被用了 现在呢 请你把里面的形容词 跟下面的对话 跟下面的段落来做合并 我们来看这是一个故事 a long time ago 很久很久以前 a boy 有个男孩子呢 他呢 got lost 他给我们动词get 这个字是连队动词get 翻成变成 那他把 上面这个lost 他把这个lost拿来用了 get lost就是 迷路 get lost 是个片语 变得 找不到家 get lost 是可以直接翻译成迷路哦 好 所以 a long time ago a boy got lost 有个男孩子 他就迷路了 in the mountain 他在山里头迷路 it was growing dark dark growing 这个grow 我们把它变成growing 因为这里有个B动词 加上ing 逐渐在变成怎么样 那山里头呢 他正在growing was becoming dark 越来越暗 越来越暗 天空变得越来越暗 but he still couldn't find a way home 他还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突然之间 soundly 突然之间 he sold a house by a river 他看到了一间房子 by by是翻译成在什么旁边 就在那个河流旁边呢 在什么旁边 在呢 这个河流的旁边 有一个小小的房子 he also sold an old woman 而且他还看到呢 房子里头有一个老妇人 the woman invited the boy 于是这个老妇人呢 就邀请了 invite invite the boy to stay at her house for the night 于是老妇婆婆 这个老妇人 就邀请这个小男孩 能够stay at her house 待在他的家里头 for the night 度过那个晚上 the boy decided to stay there 那这个小男生 就决定怎么样 decide to 他就决定留着吧 因为呢 he was getting tired 他也越来越累了 the next morning when he woke up 当他起床的时候 he found that he was in a cage 他发现自己 被关在笼子里了 it's become clear 他才发现这件事情 变得更清楚了 to him that the old woman was not a nice person 原来老妇人 并不是个好人 the woman told him that she planned to fit in until he grow fat 这个老妇人说 他计划要喂食 这个小男生 直到他grew fat 变得胖胖 然后 我计划要